美国事实新政有不少网友拍手称快 不过我也看到有网友表示遗憾 因为没有像之前传的那种完全禁止 而是把签证期缩短到了一个月 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呢 我曾说过好人坏人在哪都有 就是在中共党员官员的那些队伍当中也是一样 不是所有的党员官员都食恶不赦 最坏的就是那么一小部分人 那么那些不坏的党员官员 是不是应该给他们留一个机会呢 美国缩短签证时间很可能就有这样的目的 给那些还有希望的想脱离中共的官员党员 留这么一个机会 留一扇门允许他们逃亡到美国 就像前中共黑龙江省 吉西市的副市长李传良一样 给这些人留一个空子 但是呢得先声明退党才行 千万别以欺骗的形式进入美国 否则被抓到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我们再说第四招 就是对中概股设限 昨天众议院全票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 必须遵守美国的会计审计标准 否则可能会被强制退市 法案中规定 在美国上市三年后 如果还不能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供审计信息 将会被美国证券所除牌 同时的法案还要求这些中共的企业 就他们与外国政府和中共之间的关系 披露更多的信息 这项法案 今年5月的参议院已经通过了 所以下一步就会送交白宫 请川普总统签署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川普签署生效的可能性很大 大陆金融学者何强平认为 三年时间这是美方给中共的一个宽限期 更是美国给投资者留下的一个缓冲期 如果宽限期太短的话 美国人遭受的损失会更大 美国企业研究所知名学者史检道 对自由亚洲表示 法案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在美上市中企多年来 有充分的时间遵守这些规定 但他们始终没有这样做 也不会在未来的三年内这样做 如果中企不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 那么美国很可能就会将这些中企出牌 中共在海外捞钱的机器 就要被赶出美国 美国的第五招是 增加20%针对中共的情报预算 今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特拉克里夫投出华尔街日报 他指出中共对当今的美国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也是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对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 为此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表示 在2021财政年度将要增加针对中共的情报预算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 在2021财政年度的预算当中资源分配已经做了调整 将对华支出增加了近20% 这些增加的资源 用在从中国搜集情报 分析其当前行动并预测未来的走向 这部分内容我们后面还会详谈 其实到今年9月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在报告中已经指出 美国间谍机构没有能应对中共构成的多重威胁 呼吁重新调整资源 把重点更多的放在中国 也有不少其他的政府高官最近也是不断的重申 中共是美国的头号安全威胁 就是说针对中共的威胁 美国不再是无所谓的态度了 而是认定中共是最大的威胁 并且要加大投入 对中共进行反击 对中共是最大的威胁地的威胁地的威胁地区